嗨 你看着这里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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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正在吃东西 你经常拋东西 你告诉姐姐 告诉我今晚吃蛋糕 为什么吃蛋糕 因为我生日 那你生日有什么生日愿望吗 有没有生日愿望 我有很大的小小小在我的房间 Melody 早晨有意思 你好我是Johnson 林真倩 早晨 你好我是Vivian 鸳慧欣 今天Melody 掌声有请 说来到四月份 掌声有请依然精彩的事关 我们请到的每一位主角 都是粒粒巨星来的 而且他们每个身份 就是每一个人 身上都有很多 太多很精彩的人生故事 急不及待 想和我们的听众分享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请来的 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 香港演员 我们欢迎 Sam 李燦森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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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都是唐马来西亚的听众朋友 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Sam 李燦森 早上好 近期我们在马来西亚 很多的观众都经常见到Sam 就在看这个黑金风暴 这个追剧当中就可以见到你 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就在电影当中见到你 说到电影的话 真的说Sam很厉害 刚刚入行第一部电影的作品 就已经入为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 跟着拿到金像奖的最佳演员 其实那时候对于一个刚刚出来演戏的人 你觉得是否很不可思议 其实回想起来 其实当时是自己觉得 是没有什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觉得很神奇的一件事 98年叫做正式入行98年 金像奖当年是98年来的 我数数手指都已经二十几年了 那时间就真的过得很快 但是呢 《老海》里面的片段 好像是早几天发生的事 拍这部电影 当然应该是很神奇的 我相信大家对我的入行经过 都不会很陌生的 都知道我拍了《香港仔组》 拿了新人奖 就踏入了这个《银色女图》 做了演员 其实在这么多个年头里面 其实很多朋友有查过我 看过我的资料 都是说我超过一百步年龄 已经在这么短时间里面 有这样的成绩 我自己其实我也觉得很开心 好 做什么?你想和马来西亚的朋友打招呼 是吗? 他今天生人 真的吗? Happy Birthday 爸爸的朋友打我的电影 和爸爸的朋友打我的电影 和爸爸的朋友打招呼 Hello 你看着这里 Hello Hello 你正在吃东西 他经常拋东西 是不是吃生日蛋糕? 没有 他正在吃饭 今晚先 今晚吃蛋糕? 你今晚吃蛋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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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吃蛋糕? 因为我生日 哇 那你生日有什么生日愿望吗? 有没有生日愿望吗? 我有很大的孩子在我的房间 邋邋邋 生日有什么愿望吗? 没事了 拜拜 不要妨礙我吃饭 你们 拜拜 在做什么 我看到在跟你们聊天 刚才说到 都超过100部 当然有电视剧 也参加了很多不同的演出 我觉得是 在我的人生里面 都加添了一份 很多之多彩的Live 给我 我觉得很神奇 那时候 真的完全都没有想过 说要入行 甚至觉得做演员 会不会是觉得很遥远的事 那时候拍了第一部之后 又绸绸绸绸 就是九几年的时候 其实都是电影盛产的时候 一年可能是拍十几部 十三部 十四部 那个阶段 对你来说 拍电影是怎样的一回事 当初的时候 真的没有想过会做演员 因为我当时是做水电技工的 我是做工程的 但是自己本身 有一伙很喜欢出来玩的心 我喜欢踩画板 喜欢去泡 喜欢音乐 喜欢发型 喜欢打扮 所以其实某个程度上 我觉得我自己的爱好 是奠定了我之后走那条路 即使我回地盘也好 我都是穿得很有型地上班 是吗 就是头 是不是经常有些妹妹仔 在一个转角 就会偷望你那些 我记得以前的照片 没有地盘的照片 哪里有妹妹仔 某个程度上 就算你上班也好 我去玩也好 我都是这样的 在玩的时候 其实有没有想过 其实当时就是想着 我要入音乐圈 我要入服装圈 没有想那么多 那时候不会说 为自己的兴趣去铺路 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 觉得自己纯粹为了兴趣 喜欢 爱好 但是你说 刻意去铺路去走我又没有 就是我享受我自己的世界 但是也有时候 都会给一些潮流的杂志 因为身边有很多朋友 都是做一些 跟时装有关的 例如 时装杂志的editor 有salon的hairstylist 也都有服装的指导 其实身边很多这些人 因为你出去泡 你出去泡的 其实那个圈 全都是这些人 久而久之 认识的 就是比较多这些朋友 就很多时候 江湖够急 喂 有个model脱了 今天有没有兴趣来帮忙拍摄照 这样 那就去 没所谓 自己又有朋友 又喜欢 当充一下 拍摊模特 去做一些fashion的东西 现在回想起来 都很开心 有一段这样的经历 是喔 哇 你说到好像真的昨天发生 那样 是不是 是不是 那时拍电影早期的时候 有些开心的 还是很难忘的 一些会议 其实都是第一部电影 香港制造 让我有这个机会 参与到 在电影里面的 不同的岗位 那这部电影 大家都知道 其实是独立电影 就是简单来说 是没钱的 所以 我们在Crew里面 就每个人 就分析几个角色 那我除了是议员之外 那因为 导演就觉得 我平时生活里面 那个打扮 就很适合那部电影 因为其实是讲 屋村街童 就是喜欢玩 喜欢逃街 那就对了 你平时 根本我做的那样东西 就是贴贴切 就是 就是 就很贴切那个角色 所以我就 当充了服装 就是叫做 帮自己安排一些戏服 另外就是 戏里面 又会帮手打打板 又收音 整部电影 都只有五个人 不是我就是他的 所以就很多机会 可以做不同的角位 另外 就给我一个很实现的一个过程 和一个经历 所以 拍完这部电影之后 令到我对电影 产生了开会 因为以前看电影 没想过 原来一个镜头 背后会花这么多时间 人力 可能拍出来 只有十几秒 可以用的 是短短的几秒钟 但是背后 是花了很多心血 另外就是 入了行之后 其实很多电影 就需要做这么多东西 因为那些不是独立电影 那些是商业电影 有服装 有收音师 有机灯组 有化妆 有整头 相对地就舒服很多了 但是在服装方面 有很多服装指导 都是觉得我的型格是很贴纸 那部电影 都会想要求我 把我自己的衣服拿出来 当然我是不会介意的 因为能够可以帮到那部电影 我自己又可以 穿得这么开心 因为自己喜欢那些衣服 对不对 即使到这一刻 今天我拍这部电影 我仍然是做这一件事 很多朋友都关注你们一家三后 就是网上的一些动向 坦白说 开始我太太帮Lucy去弄这个IG的时候 就是希望可以做回一个记录 是没想到会突然会有这么多人看 因为我老婆写的东西很无聊 原来我女儿又真的是亂来 你都看到她 你现在看到Lulu 她这么做自己的一个姿态 你觉得 女儿做过令你觉得最amazing的事情是什么呢? 你会看到Lucy她有些DNA 她做那些表情动作 我看一看她 那你都做得出的 我都没想过这个表情 某些程度都有一些啟发到我 这个表情正 所以真是维持了你这一部演艺的因子 都很开心 但是你说觉不觉得会有压力呢? 我觉得so far都很开心 因为都是一种开心share 能够可以带给大家欢乐 就是等于我工作一样 我是职业娱乐大家 如果我女儿可以做到这件事 我觉得也挺好 到时城市人里面 大家的压力这么紧张 你可以看看IG可以笑一笑 要轻松一下 我觉得这件事挺好 有时有钱都未必能买得到 你都要有她这样的傻气 或者傻腹你才行 因为我相信她也不是刻意去做出来 对不对? 她都是真心 发自内心去做一些很好笑的东西 因为是小朋友 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 你觉得现阶段的理产心 是处于一个人生 又或者是你的演艺工作 是怎样的阶段? 我觉得一定不是之前 那些死年轻 数下手指都差不多有24年头 你当中都经历过高高低低 那么多不同的过程 高潮低潮都经历过了 我觉得反而这一刻我会比较 更加会成熟了 那么以前没有家庭的时候 就是心理上和思想上 没有什么包袱 就是觉得想怎样就怎样 是不是? 因为自己一个人 不会有太多想法 但是现在有家庭有小朋友 还有现在又开始工作上 慢慢接触到更多不同的层面的时候 就反而会做一件事的时候 更加会考虑得更加清楚 不会以前那么冲动的 这个是真的 希望可以再来近再拍一些 更加不可以说有深度 希望更加有意思的电影 好了 今天非常高兴 向Melody掌声有请 听到李产森的一个分享 不同阶段的她 都有不同的面貌 也都令到我们马来西亚的听众朋友 形式她更加深的一层 希望带更加好的作品给大家 Thank you Sam 多谢 好的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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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付货 李宗方